嗨,我是恩德鲁社工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 我在离床上遇到一些民众对于器官捐赠的不了解 比如说呢 我们最常在临床遇到的就是 填了器官捐赠的统一书 就要弃捐吗 好像填了那一张统一书 就要把自己的器官卖给安德鲁社工师 其实并不是哦 填弃捐的统一书 只是你认同弃捐这件事情 那不代表说填了就一定能捐得成 其实要能够弃捐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怎么说呢 大家生病了会来医院就医 但是很少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亡 除非你今天是一个得到的高神 那你可能知道你哪一天哪一刻 你可能会远急 所以你会预备好自己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 是没有办法预知他什么时候 会面临死亡 所以呢 当然在医院就不会看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当病人拎着行李来医院说 哦 医师啊 我大概明天还是哪一天 我可能会死亡 所以我要来住院 然后我要做弃捐 这个部分 大家听了就会觉得很好笑 因为不太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发生在医院 那在医院弃捐的部分 只有因为你生病 那在医院病故 然后要做弃捐的手术 这个部分才行得通 因为在过世之前 我们要做了许多的抽血啊 跟一些疾病的检查跟比对 做一些器官的scan扫描 然后确认器官是好的 哪些器官是符合捐赠资格的 所以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签了弃捐的同意书 然后面临死亡的时候 是你生病的时候 而且要在医院治疗当中 才有可能完成弃捐手术 这个是一个非常多么困难的一个状态 所以不是签了弃捐的同意书 就能够进行弃捐 当器官的健康状况 跟配对能不能成功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也就是说 不是你要捐 但是如果没有人 能够符合血型啊 器官的大小啊 之类的 那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捐得成 所以 面对器官捐赠的部分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那也有不少人会问 器捐会给钱吗 大家觉得呢 在我们国内器捐是一个大碍器捐 就是一个无偿的器捐 在法律上 大家是可以查到的 器捐是有一些伤障补助 但是通常我们避免 有人真的想要卖器官 所以我们通常不一定会告诉 器捐的人说这个是有补助了 而是等到器官真的捐成了 的时候 我们才会请他来医院填 商障补助的一个申请书 安德鲁社工师在临床上也有做咨询 就是器捐的部分 就会像刚刚一样问这个问题 社工师如果我器捐了 有钱可以拿吗 还是同意书我现在签一签 就可以先预支 预领这个费用吗 很抱歉 你能不能捐得成 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不是你签了就有钱领 那针对于器捐的病人 在不同的医院 对于这样子的病人 也会有一些领域的措施 医疗费的减免 还有一些伤脏的补助事宜 有些人对于身后是很在意 都会来问社工师说 请问一下 我死后器捐完成之后 大体医院是不是协助会 障买一些做告别式之类的事情 弃捐之后 其实大体是要由家属带回 医院并不会进行伤脏告别式等 这些事情 所以伤脏事宜还是要家属自行处理 通常会这样子问 如果我们细细的去问他 为什么要弃捐 有些单身的朋友 因为担心自己过世之后 没有人可以葬埋他 所以就想说弃捐之后 顺便有人帮他处理身后事 其实在社会救助法里面 对于社区独居无医的人 或者无力脏买的民众 在社会救助法里面 有有名无主的一个脏买程序 在公所的社会科或民政科里面 做进行处理 另外如果想要弃捐 顺便有要处理身后事的这个部分 通常他是问错问题了 应该不是弃捐 是捐大体 捐大体的部分 捐大体在病人过世之前 就要进行一连串的检查 当病人过世的时候 大学里面的相关人员 会来医院把大体接走 做完大体老师之后 会进行告别的程序 所以如果要处理身后事 这个部分是属于捐大体的部分 不过捐大体的部分 也要看各个学校 医学院的大体室的一些状况 不是你想捐都可以 比如说你有做过一些重大手术 有些器官的栽除 避免医学系的学生 做大体解剖的时候 发现老师这个病人没有胃 或者他哪一个器官不见了 没有办法进行解剖学习 所以如果你有曾经斗过一些大手术的状况 可能还是要跟医学院的大体解剖室的人 好好讨论一下 有时候他们大体老师的人数过多 他也有可能不收 或者他只收某一个单一性别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碰碰运气 在有些学校 对于单身的朋友 需要做捐大体的部分 他也会希望能够做得更完善一点 希望民众先到公证人 来进行公证 避免自己捐了大体之后 之后有家属跑出来说 你怎么可以把我的亲人的大体拿去做解剖 造成一些纠纷 我们国家为了推动器官捐赠的风气 于6月19 设为器官捐赠纪念日 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当中 希望大家对器官捐赠都有一些了解 我是义务社公司汉德鲁 我们下一次见